今天给大家带来中国各朝代灭亡的原因总结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夏朝共产十四代 时期后延续约471年 夏王朝的建立从雨开始 雨的父亲崇博滚是雄距大河南岸位于松山中的有崇市部落首领 有崇市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路的贡公市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 在瑶顺时期为了争夺王位 关于贡公先后对瑶顺展开激烈斗争都失败了 后来雨又继续联合贡公市以及其他众多部落 在尹落河际一带逐步展开治水工作 与接任了滚的职位放弃了滚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 就是依据地势高下疏导高地川流积水 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灾害 经过治理之后 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 纷纷建议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 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 那些草木茂盛 禽兽繁殖的守则地 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 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 这就为奴隶制国家借力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灭亡原因 一 内部生产力的衰退 二 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 三 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 四 夏节的个人因素 整日沉浅于声色犬马 大兴土木 亲近宁人 沙王朝是继夏朝之后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朝代 夏朝之诸侯国部落首领 弃因被封于商 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 率祝侯国与明朝之战灭下后 将自己建立的王朝成为商 智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 所以商朝又称为殷 经历十七代三十一王 共五百一十年后 末代君王商周王与木野之战 被周五王击败而亡 叶王原因 一 商朝后期绝大多数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奢侈腐朽 而且对待奴隶十分残酷 如人计和人训等 二 奴隶主贵族对平民的奴隶们的剥削和奴役日益加剧 阶级矛盾计划 三 商朝统治者连年对外进行战争 大规模地对一方用兵 国内青壮年几乎被蒸发 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四 战争俘获的奴隶太多 他没有处理好奴隶的安置 导致大量奴隶反水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 分为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 西周由周武王激发创建 定都高经和封经 成王时期迎见落役 西周末年 周平王积一旧 从高经东迁落役后 实成东周 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 分为春秋 春秋武霸 齐桓公 静吻公 秦木公 楚庄王 吴王和吕 及战国 战国七雄 齐 楚 燕 魏 韩 赵 秦 两部分 周王朝存在的时间 从约前11世纪 至前256年 共产30代 37王 约为791年 灭亡原因 一 地震 旱灾等自然灾害 使人民生命财产 遭受极大损失 也让危机逝重的西周王朝 雪上加霜 二 周立王横征爆脸 加重对劳动人民剥削 传至周幽王 又破坏总法制度 废后利窃 废离利数 并封火系诸侯 使诸侯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三 王室衰微 各诸侯国与周朝王权的关系 渐渐疏远 四 少数民族犬荣 攻打高京 西周灭亡 五 分封 宗志使得周天子的权力架空 加之周平王东迁后 更加沦为傀儡 六 周朝的宗法制遭到破坏 各地诸侯王势力日渐增大 并利用王室这个旗号 歇天子以令诸侯 不断发展自己势力 秦王朝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封建制王朝 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而来 它结束了自春秋起 五百年来分裂割剧的局面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以汉族为主体 多民族共融的 统一的中央集权之国家 秦元是周朝一个诸侯国 其始祖伯毅 曾辅助大禹治水有功 被帝顺赐了迎信 伯毅的后人 飞子 则为周孝王养马 凭着他的本事 马繁殖得很快 周孝王于是把秦古一带 分封给他 这就是秦的起源 前七七零年 秦相公护送周平王 东清至洛邑 有功 被封为诸侯 秦开始建国 占领东周王室在关中领地 春秋时期 秦目公任用渝国的百里西为相 辅佐其施德诸侯 数大国威 向西拓展称霸西荣 而秦孝公既用商鞅变法 费景田 重农桑 将军功 实行统一度量 等复国抢兵政策 史记为后来一统中国奠定结实的基础 史记记载 行之十年 秦明大月 道不时宜 山无盗贼 家给人族 民勇于攻占 妾于私盗 相以大致 后秦王嬴政灭掉关东六国 完成国家统一 后北极匈奴 南府百岳 首创皇帝制度 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 以及巨建制 彻底打破自西州以来 士卿士路制度 维护国家统一 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 灭亡原因 一 统一后 没有给人民休养生息 摇曳兵役 赋税 负担沉重 二 政策 律法 没有做及时调整 和平 制式下 刑法 依然残酷 三 政府运作失效 和地方武力缺乏 像 陈胜吴广这样的一群亡命之徒 也都 攻下大责乡 四 原六国贵族后裔 复辟势力过于强大 其二是个人能力素质有限 五 各地起义风起云永时 而统治者仍忙于宫廷斗争 最终导致秦朝内部统治四分五裂 完全丧失平叛的主动权 汉王朝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和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 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达一统帝国 又因皇帝姓刘 而称刘汉 汉高祖刘邦至汉景帝刘起时期的汉朝 经济实力缓慢上升 成为世界第一大帝国 汉武帝时期 大汉王朝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 获取病约千里大漠 大败匈奴 风狼拒续而缓 最远达到今天俄罗斯 贝加尔胡附级 匈奴帝国战败 而向西 狼狈讨论 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俱之 张谦出使西域 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降服中亚大国大腕 西域臣服 开拓北决大漠 西域丛岭 冬月朝鲜 难治大海的广袤国土 赵宣时期再次复兴 公元九年 往往篡篡夺证券 西汉结束 25年 刘秀称帝建立东汉 定都洛阳 开创光武中兴和明章之志 汉朝时期 许多人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 其疆域顶射时期 正北至武元郡 朔方郡 南至日南郡 东至林屯郡 西至丛岭 西汉平地时期 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 且文化统一 两汉王朝有文景之志 汉武盛世 赵宣中兴 光武中兴 明章之志 为华夏民族2000年的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为中华文明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 华夏族因此逐渐被称为汉族 220年曹批篡汉 东汉灭亡 灭亡原因 1.外戚宦官势力膨胀 各自结成利益集团 无销制的争斗乱政 2.娃娃皇帝太多 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 依靠外戚掌权 3.土地兼并严重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4.地主豪强 势力强大 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5.黄金起义导致地方武装兴起 中央失去控制 魏朝天下大势 合酒必分分酒必合 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 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 并且控制东汉朝廷 为曹魏建立奠定基础 严刚援演 曹操逝于洛阳后 曹操之子曹丕 逼汉县地退位 篡读汉时政卷 在许昌称帝前读洛阳 建位 至贤旭二年 司马延篡位 改国号违禁 曹魏灭亡 灭亡原因 一 新魏主更换太快 后期太小 难以驾驭 士族权权 二 宗室权力被过分削弱 主斗燃斗旗 外姓降临独大 夺权时曹魏皇室没有外援 三 司马懿太长寿 强大的司马氏家族兴起 无人之和 晋朝是中国历史上 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 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 他上成三国 下起南北朝 属于六朝之一 二六五年 司马延自立为皇帝 国号晋 定都洛阳 始成西晋 二八零年 灭东吴 完成统一 此后是绵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勇家之乱后 晋敏帝迁都长安 使少数民族趁虚而入 建立十六个国家 三年后 修奴族首领 刘渊攻克长安 府晋敏帝 三一六年 西晋灭 事称五胡乱华 三一七年 近世南渡 司马瑞在建业建立东晋 东晋曾多次北伐 三八三年 东晋与前秦 肥水之战后 得到暂时巩固 两晋时期 少数民族牵制中原 加强民族融合 被人难迁 开发江南地区 两晋总历史一百五十六年 四百二十年 刘渝建立宋 东晋灭亡 灭亡原因 一 统治集团腐朽 政治制度落后 全力分散 二 白痴近汇帝 无力控制群局 导致宫廷十全派内斗 以及八王之乱 浩劫了国力 三 没有正确处理好民族矛盾 导致少数民族入侵 五胡乱化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分裂时期 由公元四二零年刘渝 篡冬季建立南朝宋开始 至公元五八九年 随灭南朝臣为止 该时期上乘冬季五胡十六国 五胡指匈奴 鲜卑 截胡 底 枪 十六国指前兆 后兆 前梁 后梁 南梁 北梁 西梁 前积 后积 西积 前燕 后燕 南燕 北燕 湖下 陈汉 下街随朝 南北两市虽然各有朝代更迭 但长期维持对峙 所以称为南北朝 南朝包含 刘宋 南齐 肖良 陈 四个政权更迭 但这中间 除梁元帝以江陵 作都三年外 其余时间里 南方各朝精诚 始终建在健康 刘宋是其中将域最大最巧 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 李四代八帝 共六十年 南齐国座短暂 只有二十四年 但由于征杀平反 竟立三代七帝 平均三年一帝 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 肖良 立三代四帝 共五十六年 其中五帝 萧衍 个人想过时间最长 几近半个许几 陈首尾 梵 三十三年 立三代五帝 陈成 摔梁 之壁 是版图狭窄 人口孤弱 力量担保的王朝 假之统治者又极度腐败 最终丧亡于北方强敌之首 北朝则包含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和北周五朝 北朝是我国历史上 与我国南朝 同时代并存的北方王朝总称 其中包括了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等数个王朝 北魏 东魏 西魏 及北周 均由鲜卑族建立 北齐则由胡话汉人所建 南北朝初期仍是士族政治 社会阶层分为士族 欺民编户 依附人 及奴隶 对外交流也很兴旺 东道日本和朝鲜半岛 西道西域 中亚 西亚 南道 东南亚 与印度 灭亡原因 南朝 一 门阀势力各自为政 门阀与皇权摩擦 争斗不断 二 受外来势力经常惊扰 经济受创 政权不是很牢固 三 部分皇帝昏庸残暴 荒淫奢侈 激起地方将领叛乱 北朝 一 六阵之乱 引起各族人民激烈斗争 二 土地兼并严重 引发社会矛盾 动摇国家根基 三 全城势力过大 皇帝年幼难以驾驭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之中 上成南北朝 下起唐朝的一个重要朝代 隋朝更是五胡乱华后 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 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史学家常把它和唐朝合成隋朝 隋朝源自五八一年隋王帝阳间 受善于北周境地建立隋朝 至六一九年隋公帝阳幼 善让礼渊 隋朝灭亡为止 国座三十八年 五八一年 北周境地善让给阳间 北周王 遥间定国好为随 在政治制度方面 隋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 制定出完整的科举制度 弱化士族 垄断 事关能力 另外还建立正式唐义士制度 监察制度 考纪制度 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 深刻影响到唐朝 与后世的政治制度 在军事上 继续推行与改革府兵制度 经济上实行军田制和租用调制 减轻农民生产压力 另一方面 采清查户口措施 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荒之制 为了巩固隋朝发展 隋文帝与隋阳帝 兴建举世文明隋唐大运河 以及迟道 建立京师大兴城 京西安和东都洛阳 外交方面 隋朝盛世也使得高超 我国 高高利 新罗 百计 与内署的东突厥等 都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影响 外交交流 以及日本的潜随史最为著名 面亡原因 一 打一筒表面下的各种格局势力 暗流涌动 统治根基 很不顽固 二 门法对科学制度不满 与敌恶势力勾结 对抗皇权 三 隋阳帝个人因素 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 穷奢吉欲 于滥用名利 但是向搞科举 建东都 修迟道 凿运河 真高利 都是苦在当代 功在前秋的 唐王朝 是中国封建社会中 统一时间最长 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618年 由李渊建立 定都长安 并且设有东都洛阳 北都太远 等等陪都 627年 黎世民登基后 开创贞观之志 唐高宗以后 武则天以州代唐 史称武州 705年 神龙革命后 恢复大唐国号 唐军宗 李龙基 即位后 政治清明 经济雄厚 军事强盛 四亿兵俘 万邦来朝 开创全盛 开创全盛的 开元盛世 安始朱乱后 国力日趋衰败 907年 朱温篡唐 唐朝灭亡 从此中国进入了 五代十国时期 唐朝 共立274年 20位皇帝 唐朝 声誉 远及海外 与南亚 西亚 和欧洲国家 均有往来 唐朝以后 海外多称 中国人为唐人 唐朝文化 金融并续 接纳各个民族 与宗教 进行交流融合 成为开放国际文化 唐诗 科技 文化艺术 及其繁盛 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面亡原因 一 编幻不断 如安始之乱 安南叛乱 外有吐蕃人入侵 等反整歌剧 二 宦官专权 如黎复国等 党争内耗 如牛里党争 三 常年战乱 严重地削弱了 唐朝的统治力量 阻碍了经济发展 引起农民起义 外族入侵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本质上 是唐朝藩镇割据 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 唐朝灭亡后 各地藩镇 纷纷自立为国 其中 位在华北地区 军力强盛的藩镇 国家级五代 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 这五国虽然实力强大 但无力控制整个中国本土 只是 藩镇型的朝廷 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 有些自立为帝 有些奉武代为宗主国 其中 十个国陵较长 国力较强的统称为十国 本时期 时常发生地方实力派 叛变夺位的情况 使得战乱不止 统治者多重武轻文 中国的内乱 也给 弃丹国 南起机会 辽国得以建立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 其间 河西和交纸地区逐渐离新 交纸最终脱离中国独立 五代共有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于后州五个朝代 公元907年 汴州 朱温 篡堂建立后梁 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 太原 立克用之子 李存旭 灭后梁 后唐建国 后唐之后 五代军王 均出自 李克用的 子孙于部署 后唐 历经后唐 明宗的扩张 与整顿 国立强盛 但发生内乱后 北十进堂 引 弃丹军 攻灭 后进建立 不久 弃进关系恶化 弃丹军 南下 灭后进 建立疗潮 同时 刘之远 在太原建立后汉 收复中原 国为篡后汉 建后州 后州 适踪 柴荣 古迹经营 是后州 隐隐有一种天下的希望 但柴荣 在北伐 阴云十六周时 不幸并亡 后州随后 被赵匡义所窜 五代结束 在五代更迭中 中原地区之外 存在过 前属 后属 吴 南党 吴越 敏 楚 南汉 京南 北汉 十个格局政权 合成十国 宋太祖赵匡义 建立北宋后 后与其弟 宋太宗 赵匡义 相继扫荡群雄 公元979年 赵匡义 灭北汉 实现统一 变亡原因 以藩镇势力 依然强大 新生政权也无法控制 以致内乱 战争不断 二 不少君主 昏庸淫乱 残暴蛮横 君务松止 贪官暴力 欺压百姓 三 全臣勾结 外族作乱 以及外族反扑中原 掳掠杀法 四 政权太多 富脸科重 战事频繁 社会秩序 经济基础 破坏严重 宋王朝 是中国历史上 上成五代十国 下戟元朝的时代 分北宋和南宋 960年 后周大将张光颖 黄袍加深 建立宋朝 宋真宗 宋仁宗时期 步入盛世 北宋为了避免 唐代末朝 以来 凡政割据 和宦官乱政的局面 采取重文轻武的 十种方针 一方面 在军事上积弱 1127年 灰金二帝 受金人掳去 曝使宋氏南迁 1127年 金康之时 北宋灭亡 金康之变后 宋高宗赵构 在应天府南京 仓促登基 继承皇位 后南京定督 在临安府 重建宋王朝 事称南宋 后期 抗蒙战争连年 到1276年 元朝军队攻占临安 1279年 八岁的小皇帝 赵炳 被大臣陆秀夫 背着跳海而死 崖山海战后 宋朝彻底灭亡 有学者认为 宋朝灭亡 是崖山之后无中国 宋朝中国古代历史上 经济文化教育 与科学创新 最繁荣的时代 宋朝时 中国GDP占世界比重60% 为各朝代第一 期间出现了宋明理学 科技发展 意图非猛进 政治也叫开明 廉洁 人口至大关四年 1亿1275万 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 认为宋朝 是中国历史上的 文艺复兴 与经济革命的人 不在少数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 黄金时期 变亡原因 一 以文治武的方针 造成军队内相互的牵制 动辄撤肘 弊柄从争 2 后进石敬堂 割让的颜云十六周 是汉族江山的天然屏障时局 无法抵御外族骑兵 3 联金抗辽 联盟抗金决策失误 只看到辽金的强大 没看到激盟的威胁 4 同志阶层对军事的 无知无能不作为 导致开封防御战的实力 5 皇帝昏庸 朝政腐败 政治内斗严重 以及军费开支较大 百姓负担过重 元王朝 由蒙古族建立 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 大一统帝国 定都大都 1206年 铁木珍建立蒙古韩国 1260年 忽必烈即位大韩 并建立中统 1271年 忽必烈取易经 大灾前缘之意 改国号为原 1279年 灭南宋 统一中国 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 北至北海 东道日本海 西藏和台湾 第一次被纳入中国半途 元朝实行义省制 在中央设中书省 左右丞相和平章正式处理政务 造成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 地方实行行省制度 开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 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 其间出现了元举和散举等文化形式 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 后期因统治腐败和民族压迫 导致农民起义 1368年 明军攻占大都 元朝在全国统治结束 元政权退居 莫称北元 1402年 元城鬼力赤 篡位建国达达 北元王 灭亡原因 一 贵族生活米烂 励志腐败 政府信用破产 土地兼并严重 二 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 以及对人民压迫欺凌严重 三 财政质子高居不下 赋税故重 外加自然灾害严重 四 管理者不注重学习 只会用武力打江山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 历经十二世 十六位皇帝 国座276年 南宋灭亡50年后 元朝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 终于爆发 原目农民起义 朱元璋参加当时豪州大帅 郭子兴领导的红金军分支 经过多年南征北战 1364年 朱元璋自称吴王独霸一方 史称习吴政权 1368年 朱元璋称帝 以应天府为经师 国号大明 明朱定督于应天府 1421年迁督至顺天府 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 明前期 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之治 国力发展迅速 到明成祖时期 国力强盛万邦来朝 史称永乐盛世 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 仍处于兴盛时期 史称人宣之治 国力达到群胜 将与辽阔 中后期由于于政治腐败 导致国力下降 1644年 李自成攻入北京 明义宗朱友简 于梅山自义 明亡 随后 满京入主中原 1662年 永立地 朱由朗被杀 1683年 清军占领台湾 明正结束 明朝商品经济发达 出现商业急震 和资本主义萌芽 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局势 明朝是中国暨周朝 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繁盛黄金时代 史称 智隆唐宋 远迈汉唐 大明 无汉唐之和亲 无两宋之碎笔 天子御国门 君主死设计 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灭亡原因 一 文官集团膨胀权力扩大 以及后期延党 专政危害同志 二 外敌袭扰不断 政府 天兵设想 军费较大 造成财政经济危机 三 资本主义萌芽 政府不注重工商业发展 大大限制商品货币的流通 四 天灾人祸相继发生 造成流民数量大增 农民起义不断影响稳定 五 吴三桂 引亲兵入关 自毁长城 帮助满清 建县城江山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 第二个由少数民族 建立的统一政权 也是中国最后一个 封建地质国家 明万历44年 建州女真部首领 努尔哈智 建国称汗 国号大金 史称后金 1636年 清太宗皇太极称帝 改国号为清 1644年 李自成的大顺军 攻占北京 明朝灭亡 驻守山海关的 名将吴三桂降清 清摄政王多尔滚 指挥清军入关 打败大顺农民军 同年 清顺制地 监督北京 从此清朝取代明朝 成为全国统治者 入关后 20年时间里 清朝先后灭亡 大顺 大西 和南明等政权 基本统一全国 清朝前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 得到巩固 基本上奠定了 我国版图 同时 君主专制 发展到顶峰 1840年 鸦片战争后 进入近代 清廷与侵略者 分别缔结 大量不平等条约 各地赔款 开放 通常口岸 中国主权 受到严重损害 逐步沦为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人民负担 更为沉重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1年 新海革命爆发 清朝统治瓦解 从此结束 中国2000多年来的 封建地址 1912年2月12日 清帝被迫退位 清朝从后金建立 开始算起 共有12地 灭亡原因 一 政治的黑暗腐败 以及统治者本身腐化 无能 二 闭关锁国政策下 导致思想制度科技落后 三 清政府软弱无能 面对列强入侵 只是一味地委屈求权 各地赔款 四 军队的失控 陆军新军在国内的变乱中 倒戈相向 五 财政赤字下 永不加富的朝训 被一破再破 各项家征 摊派有增无减 六 清末铁路的国际民退 进一步激起民怨 中国历代王朝新王四字歌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教授高明 为普及历史知识 而驻中国历代王朝新王四字歌 并为之详加注视 四字歌以四字为句 共一百二十句四百八十字 何者押韵 朗朗上口 让你轻松记住 自夏朝建立至清朝灭亡 中国四千多年间 受十个王朝新王更替的原有和人物 中华民族历史悠长 三皇五帝 传位善让 夏建王朝 使力加邦 唐伐夏节 灭夏建商 武王伐咒 西周盛强 忧王贪色 山子国丧 平王千都 东周洛阳 春秋五霸 齐元送香 禁闻启木 还有楚庄 战国七雄 彼此逞强 秦楚齐艳 韩赵雨良 嬴政统一 自称始皇 反秦暴政 陈胜吾广 楚汉相争 圣者刘邦 刘建西汉 长安称帝 王莽篡汉 盖朝耕制 陆林赤梅 农民起义 刘秀兴兵 繁莽杀敌 重建东汉 洛阳登基 黄金军起 分崩离析 魏蜀与吾 三国鼎立 司马代位 西晋弑地 五胡乱晋 卢走怀地 瑞都金陵 东晋续晋 齐宋良辰 南方耕晋 北十六国 五胡分治 既有北魏 北周北齐 南朝北朝 隔江对治 北周阳间 取代周帝 自立随朝 南北统一 灭随建唐 高祖李渊 一代天皇 武士则天 安史之乱 皇朝造反 朱温灭唐 建梁都变 五代十国 分裂重现 南北十国 各自苟延 中原五代 梁唐进汉 代至后周 匡印夺权 赵建北宋 仍都于变 稳定北方 统一江南 西夏辽津 寄予中原 既既变京 靖康国难 高宗南渡 南宋临安 蒙古崛起 成吉思汗 忽必烈石 灭宋建远 一统南北 大都在燕 红武灭远 建民应天 成族永乐 宜都顺天 燕党乱政 自成造反 明帝崇祯 自义梅山 闯王进京 四十二天 三贵请兵 清帝入关 康熙洪略 黄于吐斩 鸦片战争 列强金犯 太平天国 昙花一现 无许变法 唯心百天 新海革命 领袖中山 地造共和 宣统交选 王朝统治 从此断绝 自下至今 年纪四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宣统交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宣统交选 宣统交选 宣统交选